大馬路上 男子氣沖沖走向 擺在路邊的木製招牌架 他把這招牌架用力一砸 整個大解體壞了 這是位於雲林斗六市公正路 賣公仔的玩具店 疑似在結束營業後 都會在門口擺招牌架三腳椎 防止別人停車 沒有想到引發了民眾不滿 二十日凌晨被拿起來很衰 警方說依照道交條例 為劃設停車隔位的嚮導 如果不是私人土地 任誰都不能拿花盆 或者是三腳椎等物品佔用 發現有人違規 可以向警方檢舉開罰 如果被告發 擺放路障的行為人不在場 無法立即清除 環保局也能依廢棄物清理法 直接移走清除 民眾千萬別自己動手 以免引發紛爭 TVBS新聞 張崇敏 雲林報導 我沒有想過 你幫我做事 你會不會再說 我可以做事 我們不小心 我可以做事 沒有想過 我可以做事 我可以做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